第213集 方玄龄等人见杜如慧暂时没事,纷纷放下了心。 方玄龄跟着座椅道, 卫下,臣等和杜如慧一同先去拼点,以后照应他。 去吧。 李太嬉笑着点头,等到他们离开以后,李太望着李渊道, 黄爷爷,咱们也歇着,等一个时辰过后,咱们再看看。 李渊将信将疑地望着他,刚才杜如慧的模样,以及太医术太医令的话,他看到了,也听到了。 杜如慧的病是药师难医,难道凭借李太手中的丹药,真能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一个时辰就一个时辰,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自然间分晓。 李渊汉手道, 走吧,先去殿内候着,你们也进来。 说着,李渊回头看了一眼里见城里儿李渊吉他们。 而陈尊者? 三人一口瞳声道,看着他们一家人走入殿内。 庭院中,沈轩陈昭一脸狐疑地望着李太的背影。 陈昭逼声道, 沈道长啊,你觉得陛下的丹药是真是假呀? 沈轩摇头道, 仙人此药,你觉得可能吗? 说着,沈轩露出一抹肌窍的笑容。 沈轩露出一抹肌窍的笑容。 阻着白须点头。 而此时,偏殿之内,屋中,杜如慧睡在偏殿的软榻上,眼眸中掩饰不住的惶恐。 在他身边,房玄灵找孙无忌,诚要坚守着他。 见杜如慧仍旧是一副发白的脸色。 房玄灵安慰道, 可明兄啊,你莫害怕,陛下不会害你的。 程咬金憋随道, 就是,如果陛下只要弄死你,那丹药吃下去,你就该一命无忽了。 哎呀,这可不一定啊。 张宋无忌忽然道, 若是这丹药,是脉性毒药,又当如何呀? 何况你们也听见陛下说的, 这个丹药得一个时辰才能发挥药效。 依老夫看哪, 一个时辰后, 可明兄就差不多了。 哎呦,你这么说, 倒是有点道理。 程咬金愣了一下, 随即一脸认真地看着杜如慧道, 哎, 可明,你要不要写写写遗嘱咒什么的, 好叫我等给你带回去, 也能让你家那两个儿子跟杜芬人知道, 你的临终遗言是什么。 杜如慧嘴角抽出了几下, 吃下那两粒丹药后, 本来心里就紧张, 现在被陈咬金这么一说, 心中更紧张了。 方玄龄, 你好气得道, 哎呀, 你们少在此胡说八道, 这丹药可是陛下赐给可明兄的, 怎可能是慢性毒药啊? 咱们全且等上一个时辰, 看看一个时辰后, 可明兄会是什么情况? 哎呀, 若是有什么不测, 咱们立马叫太医过来。 程咬金, 掌送无解, 点头道, 嗯, 好吧, 好啊, 随即, 三人拉了三个胡凳, 围在杜如慧的塔边坐了下来, 眼巴巴地看着他。 杜如慧无语地看着他们, 一脸无奈道, 哎呀, 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这样看着老夫啊, 你们这样搞得像是给老夫守灵一样啊。 程咬金, 嘟呐道, 哎呀, 这次咱就先到练了吧。 练你大眼, 他们有你这么周老夫的吗? 杜如慧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心中啊, 却生腾起一貌无力感, 摇头一阵地哭笑, 自己这是造了哪门次面啊? 虽说太医已经说了, 自己这病啊, 要是难医, 可怎么看都还能撑个几年, 但是这次入宫一趟, 吃了小皇帝给他丹药, 自己还能不能撑得下去? 越想越是难受。 杜如慧闭着眼眸, 脑海中啊, 都浮现出自己躺在棺材中的画面了, 或许若自己真的因为那丹药而死, 指不定小皇帝陛下心生内疚, 能好好带自家两个儿子, 这样心血还能让自己有所慰藉。 想着想着, 杜如慧竟觉得眼皮子有些沉,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杜如慧啊, 索性什么也不去想, 闭着眼睛, 慢慢地睡了过去。 围在他周围的房泉灵, 长孙无忌, 陈耀金, 看着他竟然闭上了眼睛, 纷纷神色大变呢, 蹭地一下就站起了身。 哎呦, 可明是不是走了? 陈耀金有些悲气, 好声道, 哎呦, 喂, 可明兄啊,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张孙无忌眼睛都红了, 看着躺在榻上一动不动地度如慧, 抹着眼泪, 悲声道, 哎呦, 是我们不好啊, 我们害死了他, 早知如此, 咱们就不该让他来皇宫, 这样他也不会遭遇不测呀。 房旋灵咬着牙, 心中悲痛, 你们且等着, 老夫现在就去找陛下。 眼看着房旋灵转身就走, 杜如慧无奈地睁开了眼睛, 声音沙哑道, 哎呀, 我说诸位仁兄啊, 你们就不能试试老夫 还有没有鼻息呀, 老夫就是闭着眼睛睡一觉, 你们嚎什么丧啊? 程咬金睁大了眼睛, 扬起昆大的手掌, 摸了摸杜如慧的脑门, 又试了试他的鼻息, 再看了看他的脸色, 比刚才嚎太多了, 痴心道, 哎, 不对呀, 你这样子, 好像好了不少, 玄灵啊, 无契, 你们看看, 可明兄的脸色, 是不是嚎多了? 被他这么一说, 长孙无忌, 方玄灵, 上下打凌着杜如慧, 好像还真如程耀金所说, 杜如慧, 伏伏一开始那般面色苍白了, 你们在此候着, 方玄灵, 肃然道, 老夫, 现在就去找太医, 让他也来看看, 说着, 他步履匆匆地, 走出了偏殿, 很快便拽着太医署太医令吴冰的手臂, 走了下来, 吴冰一脸无奈地被拽了过来, 边走边倒, 方上说啊, 在下在太医署当职这么些年, 还从没有耗过错的脉, 杜上说是真的要是难业, 就算再把十次卖, 结果都是一样啊, 不是事怎么知道啊, 方玄灵指了指握在榻上的杜如慧, 说道, 劳烦, 吴太医, 再把把脉, 好吧, 吴冰叹了口气, 放下肩膀上的药箱, 坐在榻边, 拿起杜如慧的手腕, 闭着眼睛, 再次伪得好脉, 忽然惊一道, 嗯? 这是怎么回事, 吴冰睁开了眼睛, 眼眸中啊, 一眼是不住的震惊, 上下打凌着都不会, 惊声道, 不对, 你这脉象, 有问题啊, 方玄灵急声道, 他的脉象怎么了, 吴冰神色凝重道, 老夫刚才在两一店庭院时, 为杜上叔好过一次卖, 那次杜上叔的脉象, 是虚弱止急, 在下能断定, 绝对是药实难一眼,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杜上叔的脉象, 比刚才要强劲许多, 他体内止急, 显然一时有所缓解, 接下来, 在下开上其服药, 再让杜上叔休养医院犹豫, 必能咬到病除啊, 听到这话, 杜如慧浑身一震了, 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自己的病有救了, 陛下的丹药真就这么神奇, 如果是李泰跟他说这话, 杜如慧觉得, 怎么着啊, 也得好好想想是真是假, 可现在这话是太医说的, 那就说明啊, 自己这病真的好的, 房玄陵, 陈耀金, 张孙无忌, 面面相去, 怎么听啊, 都觉得匪夷所思, 难道陛下让杜如慧吃胆, 真是仙丹不成, 仙丹啊, 真是仙丹啊, 而此时, 吴兵抚着胡须, 感慨道, 说一句老实话, 第一次为杜尚书把卖食, 在下就觉得, 这天底下, 想要让杜尚书能够要到病除之法, 也唯有天上的神仙赐下仙丹, 才能保住他的性命啊, 现在杜尚书暗急一去, 你们说, 陛下赏赐给杜尚书的, 是不是仙丹啊? 房玄陵, 张孙无忌, 程耀金,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是啊, 如果不是仙丹, 那杜如惠的病, 又如何做解释? 连宫中的太医都说了, 他是药食难医, 现在身体好了一大半, 除了仙丹, 又能是什么? 你们扶老夫起来啊, 而此时, 杜如惠激动地道, 老夫, 要去陛下那里写恩啊, 是不是仙丹啊, 已经无关紧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去向皇帝跟前, 好好地歇歇他, 自己这条命, 是他救的, 想到这, 杜如惠心中一阵地懊悔, 老夫是真的傻呀, 陛下能将上书之职赐给自己, 就说明自己在陛下心中的分量, 于情于理啊, 也不可能害自己, 老夫竟还怀疑陛下的用心, 老夫跟你去, 吴太医, 你要不要一同去啊, 张孙无忌, 陈耀金, 赶忙将杜如惠搀扶起来, 房权林回头看向吴冰问道, 吴冰笑着点头道, 杜如惠说是在下给好的卖, 等会儿可能吴上皇和陛下 要问起这件事, 难免呢会要再招在下过去, 不如在下就与房权说, 你们一同去吧。 房权林点了点头, 随即在前面引路, 领着他们四人 朝着两一殿的方向而去。 两一殿内, 此时李渊双手配在身后,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不时偏头望向殿外的方向, 心中焦急不已。 这个杜如惠怎么还没来点反应呢? 那颗丹药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底有没有效果? 这都过去多久了? 两刻钟了? 李泰坐在一旁, 津津有味地吃着暗毒上的果腐, 记得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还是李渊跟陪姐一试, 然后因为自己插了一句话, 结果皇位就落到自己的身上了, 而再次坐在这里吃果腐, 却是为了阻止李渊继续服侍丹药。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继续收听。 感谢观看